Hello 大家好 我是波仔 歡迎回到排位早上和大家見面的 堅仔跟進馬節目時間 從大家前瞻回顧追蹤跟進馬的時間 接下來星期日 沙田馬場一連一度的大勝士 打比大賽上演 排位也出了 我們更新了排位表之後 都看到實力馬 都算是排檔不錯 浪漫勇士不需要排最外檔 排著中檔 會不會有較好的制御呢? 另外加州星球有速度 10檔更容易切入放頭 另外高東尼的前瞻馬 諾滿罐或龍船狀元都排檔不錯 會不會形成一個很好的鐵三角 去保護這隻的加州星球 不過香港沒有對濟 而另外包裝智慧 換了蝕恩上陣 排著13檔 對於樓後的距下不一樣 都是一樣 排著甚麼檔 都要留著一點 現在更加可能是縮馬一段 來展現後徑 另外刀靈太陽 似乎排的陸檔 大家都覺得最好是他 因為前方可以彈性一點 又不需要太過留後 看看偉達可不可以 像皇上鞭拿不到打比 今年就可以保重了 好了 這時間立刻和大家看看波仔的跟進碼了 頭場的時間就已經有跟進碼上陣 一場一號就是勝利之王 這匹馬上一次就在鋼斑邊緣跑了一場泥地 起步不是特別快 留在後面 雖然步速夠為快些 但他入到直路 就從內邊再少少移出來才再追 其實都已經為時二晚了 上次還跟大家說 贏馬就是審習城馬房的閃電 今次就降了班來跑田草1200 如果拿回前一場2月3日 394總場次 那場馬頭踏尾 即威力奔騰 連連有型 再數到後面的美麗攻略 其實全部都有很多 已經交出表現了 所以那場直到有困失的距離 其實已經絕對夠班了 今次會不會成為很熱的熱門呢 但如果有二十多元 甚至有三倍 我覺得都應該可以跟進 或者是理應是拍得好的馬匹 因為這一組 很多近況的馬匹 都是進度得一般 理應要入三個馬匹 所以這隻勝利之王 今次我都會跟進他 來到第二隻的時間 我們馬上看看波仔 昨天在菊草賽事裡的跟進馬表現如何 先去到第七場 上一次大熱的標題 四號馬Eason 昨天在鎮上的取位 又或者在步速上面 都很配合這一筆馬 因為第一段 這隻的團結精神 以及紅酒之步 拉快了一點 第二段大家回氣 Eason也跟得比較順利 有cover的異碟 彎中再用雷成的絕招 踩油就拋掉了 面對這一組 就不算太過勇蕊的馬匹 因為估計要轉期貴內 說真的 也不算太過眼淨 紅酒之寶 就三四班 也有升降機的味道 所以這場馬 他贏了兩個幾馬位 叫做合理 今次都相應有些加分 可能8至9分 即相應多 下一次繼續在三番路跑 要遇到什麼對手 如果遇到精選威 當然要他再困一下 但我覺得跑法這麼主動 也有機會再贏 接著到尾場的時間 特別要提到變數 因為幾隻跟進馬 之前赤茉雄峰、冠寶區 都曾提供過 變數的匹馬 說拉斯的時間 原來打到3.9倍 即是直逼這隻冠寶區 但昨天的稀威心 我覺得有少少 捉到拿 就不會脫角 原先你116磅 你應該排得這麼好的 出閘也快閘 你盡量放 會比較好些 結果 這場的段速 你看到頭三段 1分17秒到0.2 比BENSE差不多一萬一秒 大家鬥爆那600米左右 其實大家都是那段的均速 對方來說 他一定會比較輸蝕 赤茉雄峰或大眾開心 而且在直路上 要出要入 老組應該要選定 你去到中檔的時間 你再要拿一隻馬 再移出去 那裡已經沒有了兩個馬位 回來 輸一有二分一馬位 跑到第四 在形勢上 或直路的取位 都會影響幾多 現在六十三分 會不會跑到這場 減到一至兩分 三分就不會 我想馬房都 有機會繼續攻堅 因為落到四班 什麼重磅 又未必一定是好事 因為大眾開心 這場是突分來跑的 下次沒有了這一匹馬 和赤茉雄峰拉闊的距離 我覺得是有得鬥的 尤其是貴中打後 大家鬥體力 未必那麼容易追得上來 而且加上地右快 可能對前戰馬也是有好處 所以這個變數 我覺得還有跟進的價值 第三節的時間 我們要找新的跟進馬 我們馬上回到堅仔賽馬 這個介面 先到第四場的時間 412米的賽事 先說回昨晚的跑道 昨晚的C跑道 沿途走一跌 或者走二跌的馬 都是比較好處 而且場地 可能都開始天氣回暖 場地不太濕 太後追的馬匹 都不太容易 所以大家都可以脫掉 昨晚走三跌 可以上名的馬匹 聊聊可數 其中這一場 就有一隻 七號馬勁快聯盟 其後就有 這個勝進天 以及喜悅精靈 這三派馬再出 都應該有機會 再入三級 甚至贏馬 但可能陪力會低一點 反之走三跌 而輸了馬匹 可能成為假賽職 下次會有分頭 其中這一場馬 六號的特爾佳作 就是其中一匹 這匹馬上次 就入了第三名 用了一個流後跑法 以及那天 是菊草日馬 所以昨晚 好帶 都是跑著菊草的夜馬 而特爾佳作 上一次就用了流後跑法 今次跟前 可能這匹馬 未必正確 我們看看這隻第二階族 昨天的賽事 排著十檔起步 這件彩衣 都是老牌的彩衣 大家都認得 啡啡的色衣 黃猩猩 現在外檔數 第二匹 六號仔 它一直都好像試襲 一樣 早段都是跟前些少 現在游上第四碟 逐漸賣後 走著三碟 再看看這場 第四場 早段的步速 都是偏快一點 所以走著三碟 網空的 耗力都比較多 再中觀了 剛才所說的因素 第一次跑夜馬 也改變了跑法 可能未必適合這隻馬 但是 它的好處都是 上一次 起碼第一次 初出 轉個急彎之後 都可以回到入位 最後隔壁的快一步 八心之位 包裝大獎 在上一場 比賽事水準都不頑皮 好了 現在準備入直路 走著三碟 開始 騎下去的時間 起碼都沒有直接散開 因為 你一直跟完三碟網空的馬匹 有機會回來 都完全是遙遙落敗 但是 它頂到最後幾十米 才被外面的勁快聯盟 甚至人和家勝 都蓋不過 跑回第五 算是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場 得爾街族是可以做一個跟進的 在這個時間 在得爾街族旁邊的Line 中碼裡 做一個筆記 昨天這匹馬 就是快步速的受惠者 沿途走著三碟 跟前座 還有 整體的制宇都比較差 如走外碟 它是虧了這件事 還有 在賽日的跑道裡 賽道的偏差 都是不離走外能的馬匹 所以 都叫做 是相竊而落敗的分子 這個分子 這麼早可以在谷草裡 上了名 繼續跑 我相信 四班千二整天都拆走 應該會找到一些好處 所以我覺得 還有這個上升空間 打開出賽提醒 下次這匹馬出的時間 馬名變成紅色 你就知道 是你曾經做過一個重要的筆記 最重要是儲存 來到另一匹要跟進的 就是第六場 另一組的四班千二米的賽事 剛才說 有三匹馬 昨天就比較少位去上名 其中一隻就是許而精靈 所以選一匹 一路看這匹馬的賽事片段 再說回昨天的賽事 為何要跟進 排著十二檔起步 起步的時間 如果是間線的話 潘頓這匹馬都不算太過萬集 但因應外檔 稍為留住一點 沒有以為 他稍為留住 都可能預計前面多馬走 應該是紅中列馬 又或者萬中列德 可能會搶放 但結果不是 這場第六場賽事 頭段是極慢 都慢了一秒多 所以 快步都留得很辛苦 萬中列德 就把握前置 好像爪王軍天 那些慢放 一放到底 再說回這隻喜悅精靈 這裡 稍為留住 第六、七位 白白地色衣服 就是喜悅精靈 其實連同昨天一仗 再上一仗 連續幾次 都在劣勢的情況下 跑得好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例如說寫稿 就是取勝邊緣 入到直腦的時間 他在外檔上 以及他在大外檔 追的董大 其實追劑得很好 但董大賽後發現 氣管又多淡 健康上出現了少少問題 如果只說來算 如果喜悅精靈 應該是沒有穿沒有爛 又或者健康更加穩定 而下一次 萬中列德 也因為這場贏馬 會升上三班 反一步 今場節省了馬 暴躁 相對起喜悅精靈 還是贏了少少 所以如果下一次再對 我覺得反先的機會 喜悅精靈是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這隻 賀賢的馬匹 也未交代 所以我覺得 是應該可以跟進的 好了 再做一些筆記 昨天這場馬 他走著外碟 都是比較吃虧的 整體制宜 亦都蝕了外能偏差 步速上 沒有賺沒有蝕 因為 慢步速 所以三碟上來 耗力不太多 我覺得這裏是藍色 沒甚麼特別 因為不算太虧 這次檔位 比較差 如果下次爬回中外檔 我覺得有機會挑戰 投馬 亦都開出菜提升 儲存 這隻喜悅精靈 今次就拿來做跟進馬 三節節目時間 來到這裏 接近尾聲 再次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短片 不妨在下面手指公給個like 未訂閱我們堅仔賽馬的YouTube Channel 有個紅色訂閱仔 按下旁邊的鈴鐺 有新片第一時間 就可以通知大家 假若看到剛才的App 挺好用的 究竟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堅仔賽馬 可以免費下載 只要到Google Market 或者App Store 都可以下載到 除了這兩個軟件之外 其實在電腦內 一樣可以下載到來刨馬 只要打回堅仔 又或者KIM BOY KINBOY 一樣可以找得到 第二場所有功能都是免費的 第二場之後 第三場開始 就有少少收費 我們會分日月年費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WhatsApp 或者打電話 去鏡頭上方 5536 1016 這個電話去查詢 當中有刨位表之餘 看賽事片 詩集 培率 統計資料 又或者貼士等等 都一包羅萬有 可以這樣計算 在這個時間 不是那麼方便 到街上買報紙的話 早上做杯咖啡 淡杯茶 吃個麵包 做個點心 一樣 可以早上刨馬 大家有興趣 不妨可以下載試玩一下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今次星期日就跑打比了 下個星期一 我們跟大家去回顧一下 這場賽事 又或者看看有沒有新的跟著版 和大家聊天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都有賣的 例如堅鳥秘給 雜錢大戶鬼鼠飛 人工智能走位圖 以及即場當旺騎鏈表等等 比起你看開那份馬布 肯定有多無少 加上我們的專業馬平家團隊 堅仔五虎 每場賽事 分析他們的獨特見解 實行每個賽日都幫你賺到笑 不止這樣 就連你回到內地出差 堅仔都隨時用得到 只要你一打開APP 所有資料即時更新 這樣就不用到處去撲報紙了 其實除了跑馬 這部機器還有很多用途 用來看電影也可以 看球也可以 玩遊戲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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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套餐包了那麼多 才賣二四八百 除了開 每個賽日都是二十多元 你想想 其實你只是用平時買馬布的錢 再加多一點 那就多一部平板送給你了 還可以一次過享受這麼多正的功能 是不是很值得 其實這部機器本身也不便宜 只是我們用堅仔連費倒貼給你 現在真的賣一部就虧一部 外面的平板 很狠地都超過千元 我們扣上堅仔的連費 這部機器才是六百元 六百元 一部全身十吋平板 這個價錢你去到黃金、淘寶 二手都買不到 這個優惠不是時時都有的 我們只是限首批頭一百名的用戶 才能享受得到 這麼便宜 還不快打電話預約上來買機? 數量有限 遲了便沒有了 快點打電話或WhatsApp我們 55361016和同事預留一部吧 快點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